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报告总司令 日军以凶猛的炮火 向我雪花山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我军伤亡缠重 继续增援 将雪花山派出增援部队 是 这是第几次进攻论 报告师三者 这是我们第八次进攻卫国 明镜 可见三者承担 是 我军伤亡 走 走 爹 行 阿夫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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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爹 真正给一起回来了 爹 娘 好 套路啊 好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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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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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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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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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爹 爹爹爹 爹爹爹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增援部队为什么还没上去 增援部队为什么还没上去 总司令 日军以猛烈的炮火 把所有通往雪花山的道路 全部严密封锁 增援部队不但没有上去 反而伤亡更大 伤亡再大也一定要上去增援 马上就上岛带路 爹 蓁蓁 还有死去的父老乡亲们 按官方向你们发誓 还要跟小日本鬼子 施不两立 还要让他们 以血还血 以命以命 血战血肠 Voy 走 走 我 走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或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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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真没出息 跟大男人的 流血不流泪 风儿 你现在最想的是啥 报仇 对 这才是官家的后代 娘直至你 向导找到了吗 这位青年自高奋勇 愿意给我们当向导 带我们的部队上雪花山 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官方 你能把部队带上雪花山 俺打小啊就在这长大 这里勾勾叉叉 山人水水的俺心知肚明 你放心 俺保证啊 把队伍带上雪花山 好 马上出发 想念 这个方法 我的码鞋 我们两名可以 我们 Sabbath 大家 走 从这儿上去啊 就雪花山了 从这儿跑 能上去吗 盘采中药的时候啊 经常从这儿上 没事 这样吧 俺先上 俺上去以后啊 把身子甩给你们 你们再上 先吧 行 不要 快 快 快 来啊 主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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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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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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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令 空姐在此之内 是 我可次回原地 我被阻壊起来 为与些人 小鹿 小鹿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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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来报应 打 来 兄弟 阿蕾悲逆 来 请用茶 好 唱 我要告诉你 从明天开始 我们会以空军开路 对这一带进行大扫荡 官方 睡了吗 没睡呢 进来吧 你啊 大牙哥 啥事啊 官方 出大事了 出啥事了 我得到消息 日本鬼子血血了赵家瑜 风儿啊 你二姑不是在赵家瑜吗 快去看看 她家出事没有 按这就去 好 acam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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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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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你叫啥名字 我叫小尼秋 俺叫官方 尼秋兄弟 从今天起 你就是俺的亲兄弟 咱们一起杀鬼子 报家仇 向日本鬼子 讨还血债 走吧 跟俺回家 回家 安静你是条汉子 我算什么汉子呀 你孤身寡人 拿着把菜刀 就敢给小鬼子干 这胆量 不是汉子是啥 说心里话 俺官方啊 打心眼里 就钦被你这样的人 走吧 从今往后啊 俺的家 就是你的家了 俺娘 也就是你的亲娘 好 大哥 哥 我跟你走 盈 孩子快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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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秋啊 尼秋 我可怜的孩子 尼秋啊 这儿啊 这儿啊 就是你的家 以后有啥事 跟娘说 娘 日寇枉我中华之心不死 他们正准备西渡黄河 进入陕西 然后锋芒所向 直指四川和重庆 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 党中央指示我们 这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关系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 生死存盲 所以 我们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 并且武装群众 广泛团结各条战线上的 抗日有识支持 组成坚强有力的抗日武装 用毛主席游击战争的伟大思想 去武装他们 处处打击日本侵略者 将日寇置身于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我去 一兄 咱哥俩以后就住这儿了 哥 这个是不是你为娶嫂子准备的新房啊 那我不能住这儿 为啥不能住啊 虽然现在没有新嫂子 但是不等于以后没有啊 早晚都会要给我找个新嫂子的 所以 这新房 我不能住 哎呀 你看你说的 俺现在就是一门新子的杀鬼子报仇 哪还有心思讨什么媳妇啊 那也不行 俺还非让你住不可了 你要是非坚持让我住 那我就跟娘睡一个摇 我跟咱娘睡一张炕 这样我们娘俩还能唠唠家常 哥 行行行 随你 英雄 好 跟俺一起去一趟冠妮庙吧 去冠妮庙干吗 这咱打鬼子光咱俩怎么行啊 俺约了几个啊 跟俺一起练过武艺的兄弟 他们的家也被小鬼子祸害了 俺想让他们跟咱一起干 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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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听说了没 日本鬼子马上到咱们这儿草荡来了 听说了 听说了你咋还不让官方大兄弟 带你挪挪窝呀 俺为啥要挪窝啊 这鬼子马上就进来了 这官方也真是的 这就火烧眉毛了 他 他 他瞎忙我啥呀他 是啊 他忙我啥呢 包子哪儿也不去 俺还就在这儿等他小鬼子呢 拼一个购门 拼俩 俺赚一个 官方说得对呀 这回呀 咱们哪儿都不多了 就在这儿等着鬼子 跟他干了 俺爹 俺娘 都被小鬼子炸死了 官方哥 你杀鬼子算一个 俺媳妇和俺娃 也被鬼子烧死了 家没了 全没了 还给小鬼子不够代替 官方哥 你杀俺一个 老兄 你能不能划啦划啦 这骨子你那些破铜钱 恶快弄我的铜钱 搁着你脸 让你疼脸 人家官方找咱们上一大事了 你看看你 正因为是赏量大事情 所以我才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劝你们啊 也好好地考虑一下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呀 我老爹老娘也让日本人杀了呀 我现在要考虑的 就是怎么报仇血恨 大牙大牙紧大牙 你不要粘着说话不要他 要报仇你去逆地 我求救还没去媳妇你 自然是不张艳景的 那天大德墨身上 我求假的想货可就端了 还有 日本人又肥举又搭抛 几十万的国军都大不够人家 就凭你们这傻瓜料造点 还不够撒人家牙缝呢你 行了行了 别嘚嘚了 猜什么牙缝啊 我要割 就得割掉他的大牙 又知气 厉害 我就是不厉害 还是没知气 我也比你强 比我强 你哪比我强啊 我就是比你强 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就是个怕死鬼 我怕死 就凭你们 连命都不要了还大贵子呢 简直就是个傻子 大傻子 你骂谁呢 你敢打我 我打你 我打你怎么了 我打你 你再勾个身上 我打你 我打你都是清理 我打你 我就把你给我放上了 你逗我身上 谁啊 谁啊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丢不由人的 跟自己弟兄撸胳膊碗秀的 你算什么能耐 有本事抽小鬼子去啊 我打你 管法 以气大贵子 没问题 就怕事还没干的 把性命就给打上了 还是那句话 以气干 没问题 但是管法 你必须得说出一个 这么干的办法 如果让我 用脑袋装石头 我不干 赔辈的买卖 我从来不走 真难堪 来来丢人 太丢人了 哥 怎么了 一条臭鱼 兴了一锅烫 你是说求酒吧 除了他还有谁啊 哥 我觉得 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他说的挺有道理 有啥道理啊 咱打鬼子 光靠胆量是不够的 你这个当头的 首先得想出 怎么干的办法 你得让大伙心服口服 这样大家才能一条心 跟咱们抱成一团打鬼子 求酒 当算命先生走南闯北 听得多 见识广 我觉得他说的那一句 更是一语种地 切种要害 种啥地 切啥要害 就是首先咱们得先保住自己 然后才想着怎么杀鬼子 赔本的买卖 咱确实不能干 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如果咱们自己连命都没了 那抱出血恨杀鬼子 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昨晚上啊 咱们琢磨了一宿 越琢磨吧 越觉着九哥说的话有道理 咱们几个要真想打小鬼子呀 光有胆量那不够 那再硬的身板 也挡不住子弹哪 所以呀 咱们得先学会 怎么保护好自己 然后才是怎么去消灭小鬼子 俺特别赞同九哥说的那句话 赔本的买卖啊 咱的确是不能做 你得学着点吧 学 官方都说对了 只要是对的 我一定学 你啊 不要广江大刀利 你老干的是 你给大家伙设计啊 咋样报复自己 咋样能小灭贵子 设计啊 你们看啊 咱们这儿啊 山连山沟通沟 咱们打小就在这儿长大 沟沟差差十八拐 咱闭着眼睛也能进得去出得来 那小鬼子就不行了 他们两眼一抹黑 进了沟 那就分不出东南西北 所以啊 保护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 打不赢咱就打 打不赢咱就钻身钩嘛 那你再给大家伙说说 你咋知道那些鬼子能大赢 那些鬼子又大不赢呢 首先呢 咱们得掂量掂量自己 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 咱不得不承认 就凭咱现在的实力 还不能跟成队的日本鬼子 针枪实弹地对着干 可对付那撒瓜俩早的 还绰绰有余吧 所以咱们得看准了 再下菜底儿 能打则打 不能打 咱就跑 反正啊 咱必须得一打一个准 等他们缓过神了 想打咱们的时候 咱们又让他摸不着 又刀裂 请 关老爷 您是忠的化身 您是义的代理 今天啊 关锋 跟诸位兄弟 为了复夺难报家仇 向小日本鬼子 讨还雪寨 在您面前 一劫金兰 咱们不求童年 童月 童日生 但求童年 童月 童日死 跟狗日的小日门鬼子 血战到底 不求童年 童月 童日生 但求童年 童月 童日死 不求童年 童月 童日生 但求童年 童月 童日死 咱头也磕了 靶子也败了 接下来啊 就是怎么跟小鬼子 真刀真枪地对着干了 咱们是不是得竖起个旗号啊 竖旗号 这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怎么着也得让别人知道 这件事情是咱们干的吧 我觉得大家哥说得有道理 咱们得起一个记响亮 又能让老百姓记得住的名字 一眼看哪 就叫 抗日赶死队咋样 抗日赶死队 对 咱们就是要豁出命了 跟小鬼子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抗日赶死队 好是好 但我觉得应该加上官风两个字 应该叫官风抗日赶死队 好 好 行 既然大伙都说好了 咱就叫 官风抗日赶死队 打今儿棋啊 咱就不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了 既然你们参加了官风抗日赶死队 那就必须得苦练杀敌的本事 所以 棋马 打枪 咱得勤学苦练 那孙子兵法呀 咱也得认真地琢磨琢磨 好好读一读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怎么样 你们谁先上啊 老九七得好 老九先上 我可不行 我可不行 你这骂的星子太厉害了 别把莫丛伤都给撩下来呀 我问你们谁先上 能那么多废话呀 哥 我先上 别把莫丛伤都给撩下来 你 你 你这儿 你这儿 英雄 年轻人 年轻人 我扔你乘能 兄弟 没事吧 英雄 要不咱算了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老九 哥 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 不算了呢 那高头大马要施起性子来 那要摔死人的 你就是骂后胖 你才知道 行了 你们儿少说两句吧 还不快吹 你还不把银子 不是吧 我跟你说 ? 没有 Может 你